在這個炎炎的夏日午後 當然是要進來睡覺嘛 對不對 怎麼可以在外面 趴趴灶 在家裡開冷氣 這樣日也吹夜也吹 也蠻耗電的 當然是要在這裡 吹冷氣嘛 這樣睡起來才舒服 又由許醫師充滿雌性的 練過葵花寶典 引刀自攻過的雌性的聲音 來伴隨大家入眠 如果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講到如何激發起年輕人的未來 等一下中場休息 如果我們在座有些年輕人 假設你們有一些很切身的問題 想提出來討論 我也希望我們能夠聽聽年輕人的意見 因為年輕人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最近在台灣的社會上 那其實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比如說之前的這個大腸花的運動嘛 太陽花啦 太陽花的這個大腸花的運動 就是這個大腸花也是他們自己說的啊 他們自己把它枯手成這個大腸花 因為大腸花聽起來就比較開心 因為大家吃蚵仔麵線的時候 加個大腸就覺得親切多了 那太陽花反而比較疏離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腸花是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其中曝露了很多年輕人對未來的焦慮 焦慮 好那東星提到 其實目前在大陸所有年輕人應該講最大的焦慮跟壓力 就是所謂的高考 那高考就是我們這邊的大學聯考 那目前大陸的年輕人基本上還是本持著 秉持著這個一世定終生 他們目前的信念很簡單 今天我念好書 念高中就是為了考大學 考上一個好的大學 OK 那就幾乎篤定你有一個好的未來 那如果再出國再念個書 就剛才在來的火車上也問東星 那他如果大學畢業 有可能到美國再去念個碩士或博士嘛 對不對 好念完他想要再回到大陸 那有一份好的工作 所以對於大陸的年輕人 他們目前的思維算是 單純也是一種幸福 好 跟我們台灣過去的社會一樣 好好念書 念一個好大學就有一份好工作 就有一個好的未來 但是 昨天我在台南陳大的講座也提到了 目前的父母親 你很難跟孩子說 好好念書就有好的未來 你也很難跟孩子說 好好念書就不用去當環保收垃圾的工人 因為現在很多環保的 開垃圾車的收垃圾的都是大學畢業的 很多鐵路局的員工 基層員工 有沒有 要扛30公斤 各位 很多都是 他們其實只需要高中畢業 非常多大學畢業 甚至有碩士的學歷 所以目前對台灣的年輕人 其實我會這樣講 是一個焦慮的世代 焦慮的世代 焦慮在於過去爸爸媽媽告訴我們的傳統觀念在崩解了 孩子已經沒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念 今天你真的確定我把書念好 考上了好的大學 你真的確定我有一份好的收入嗎 你真的確定我可以買得起房子嗎 各位 父母親很難回答這句話 我覺得這是目前年輕人的焦慮 但是我也要舉出非常多的一個現象 以前跟大家講過危機就是轉機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現象 比如說之前跟大家提過 台灣的年輕人參加世界麵包比賽得到冠軍 最近有一個新聞 一個年輕人參加法國甜點比賽有沒有 用台灣的香蕉跟鳳梨對不對 來得到世界冠軍 那之前不是有打網球的嗎 謝淑威跟彭帥嘛 台灣的謝淑威跟美國大陸的彭帥 兩個得到溫布頓 女網雙打的冠軍 各位 所以現在好像台灣的年輕人有一個焦慮 今天我在台灣認真念書了 我認真努力了 我有未來 我有夢想 我有熱情 我有前途嗎 那今天的講座我想告訴大家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 但是台灣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就是開始要放眼全球 我告訴大家一些很奇特的現象 昨天在台南 欠姿主任也才告訴我 目前大陸的對岸一直在挖角台灣的飛行員 不管是在軍中開飛機的 但是現在不能挖過去 還在開F16的這些不能挖過去 包括民航機的機組人員 包括機長副機長 對岸在挖 在挖 因為台灣的訓練出來的數值蠻高的 第二個 像上個月我們是到阿拉斯加旅遊 我們的旅行團的導遊告訴我們 上個月台灣有300個導遊被挖到大陸去 帶大陸的國內團 就帶大陸人到他們國內的當地的旅遊 挖了台灣300個導遊 所以台灣現在很多的導遊都是到對岸去賺錢 對岸去賺錢 那我就問 那為什麼要挖台灣的導遊 他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因為台灣的導遊訓練比較好 不會跟旅客打架 因為大陸的導遊有時候在跟客人起衝突的時候 真的就會打架 他說他帶那一團好像是多少 3000人的團 3000人的團 那個導遊說他喜歡大團 好像3000人 他說他就看到好多次 大陸的導遊跟大陸的團員打架 他說台灣的導遊比較不會 因為起碼很多的專業的訓練 對人你知道該怎麼去拿這個分寸 那大陸的導遊有時候 就是當客人太過分 太不尊重的時候 那個導遊真的是會跟客人打架的 那之前也有一個新聞 講台灣的這個 幼保科畢業的 初來當幼稚園老師的 有沒有 怎麼樣 各位被新加坡挖角 在台灣薪水可能是 2萬5個月 新台幣 被挖到新加坡一個月可能都好 6萬到7萬 新台幣 是啊 所以現在很多的台灣的年輕人 各位 你不要覺得 因為以前台灣的年輕人 除非你出國留學的 你出國留學 可能早期台灣的留學生都留在當地了 他不要回來 那正幾年台灣的留學生 有些留在當地 有些他要回來 他要回來 那除非你是到國外留學 否則大部分台灣的人 畢業了大部分在台灣就業 那一二十年前大家知道 台灣的電子業非常蓬勃發展 台灣的醫學也不用出國留學 台灣的醫學界本身就非常的進步 你在台灣可以學得到世界一流的醫學 台灣的電子業也是一樣 早年台灣的電子業是領導全世界的 台灣的農業 各位知道以前台灣是農業大國 包含中午 這個大陸的學員吃到這個鳳梨 他說沒有吃過這種鳳梨 然後今天從台南過來的時候 牽絲主任幫我準備了一盒芒果 給他們吃光光 開玩笑的 大陸小方一直吃一直吃 沒有吃過這種芒果 又好吃又便宜 這樣子 所以過去台灣的年輕人 大部分他們就是畢業在台灣就業 除非你是那種很頂尖的到國外留學 到國外留學 留在那邊 可是各位 現在彷彿我們處在一個焦慮裡面 很多台灣的年輕人覺得 我留在台灣沒有前途 我告訴大家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有一個個案的小孩 是台大畢業的 台大畢業 先工作一段時間 再到歐洲 應該是瑞士的洛商管理學院 洛商管理學院 再去唸一個碩士 歐洲的碩士大家知道是唸一年 大概花台幣200萬左右 唸一年 拿到碩士之後 在歐洲找到工作 現在被派到大陸 可能在鄭州或是在徐州 在那邊 年薪可能也是兩三百萬台幣左右 所以變成現在台灣很多一流的人才 大家很焦慮 政府也很焦慮 民間也很焦慮 好像台灣的企業 留不住這些人才 可是各位 說實話 我往另外一個正向角度的講 沒有不好 因為過去我們是關起門來 有沒有 當台灣景氣很好的時候 我們又是關起門來 台灣的畢業的大學生 博士碩士就在台灣就業了 因為收入還不錯 那現在你在台灣 你不一定找得到好的工作 比如台灣的教師 各位說實話 台灣很多流浪教師 台灣很多流浪的博士 流浪的碩士 而且這些學生都很優秀 我講一句實話 你台灣沒有那個條件 留住這些人才 你要不要讓他出去 要 台灣孩子要走出去 各位 台灣的孩子 包括你們現在訓練你們的孩子 告訴你的孩子 孩子告訴你 台灣工作環境差 一個月只有22K 台灣的企業怎麼樣 很多行業都在沒落 各位很抱歉 請你告訴你的孩子 這樣哪裡不好 因為透過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各位 你們就是要進到對岸去 你們就是要去日本 你們就是要去新加坡 你們就是要去馬來西亞 你們就是要去澳洲 像我記得有一次我到北海道去度假 到這個拉比來接待的 就是一個台灣的小孩 我問他為什麼過來 他說暑假過來打工啊 然後日本的北海道就在那邊打工 一方面學日文 一方面在賺他的學費 台灣這幾年也流行所謂的度假打工 當然很辛苦到澳洲去 到日本去 到韓國去 可是各位 我覺得 你還是可以告訴你的孩子 很抱歉 你書還是得念 但是書當然不是唯一 你對你自己的人生 你還是得去 認真負責 但是未來你絕對不是 只是以台灣作為你的就業市場 將來你的就業市場是全球性的 我再舉個案例 好 回到剛剛我那個案例 後來他就在上海工作 那在那邊也開始打算要買房子了 那也娶了一個 台灣的小孩也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個女孩 兩個夫妻在那邊就慢慢的定居下來了 好 我再另外一個個案 以前在台灣的企業工作 做很多投資理財 太太是這個好像IBM的高層還是怎麼樣 後來被派駐到新加坡去 最後先生也移民過去了 兩個夫妻其實也都才40幾歲 那兩個就移民在新加坡 那孩子就上新加坡的國際學校 是啊 好 包含我們講的很多過去的台商 很多台商比如說到泰國去 各位就在那邊也開始落地生根 孩子也就讀那邊的國際學校 好 我的意思是說 當某一個部分 我們好像看到台灣的孩子的沒有前途也好 台灣的年輕人起心的不夠也好 可是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反而你的機會是更大的 反而你現在是應該把你的孩子放到國際上去 所以這邊我要講一個部分 因為台灣的爸爸媽媽 你們可能還有一個保守的觀念 希望把孩子留在身邊 那我先奉勸各位 因為以前孩子出去大部分是留學出去 或是有錢人把孩子送出去 有沒有 有錢人把孩子送出去留學 那各位 你不一定那麼有錢 你不一定那麼有錢 像我香港一個學生 當年三個小孩都在美國加拿大念書 他光一年還是在外面的學費跟生活費 每一年要多支出台幣大約五百萬 來你們夫妻加強年收入超過台幣五百萬的請舉手 各位 他三個小孩在美國加拿大留學 每年的學費生活費的支出 三個小孩大概就要花台幣五百萬 你不一定有這個財力把孩子送出去 以前也許我們很羨慕有錢人家 孩子在台灣考不上好的高中 考不上好的大學 各位就進美國的學校有沒有 是啊 就進美國的學校 所以過去反而台灣很多在國外留學的 對不起 都是功課沒有太好 家裡有幾個湊錢的 好啦開玩笑的 大家不要打我 稍微描述這個誇張一點 各位 孩子念書沒有很厲害 家裡有幾個湊錢的 以前台灣當醫生也是嘛 各位家裡有幾個湊錢的 台灣考不上醫學系嘛 送到南美洲去考嘛 送到南美洲去念醫學系嘛 那回來就好像要當台灣的醫生一樣 各位你家裡有幾個湊錢嘛 你就是想讓孩子念醫學系當醫生 你孩子就是不長進嘛 不長進你家裡就是有幾個湊錢 送到台灣去念個醫學系 那回來就想當個醫生嘛 對不對 各位 我有說到誰嗎 好 來 沒關係啦 我只是比喻一下啦 好 各位 可是現在 不一定這樣子的 不一定這樣子的 各位 說你要拿一年五百萬 讓孩子出國留學 你也不一定做得到 你也沒有那個錢 好 可是現在我剛剛講了 如果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在台灣受完教育 他們在台灣 並沒有合適的工作單位 各位 你為什麼不到海外去 你不用擔心 他們一定有些人 會定居在海外 一定有些人 會想要落葉歸根 像很多海外的華僑 像我有一些個案 從洛杉磯 飛回來看我 飛回來看我 從日本飛回來看我 像那些 到美國加拿大的 常常他們有時候 孩子長大了 上了大學 他覺得 還是回到這邊 比較習慣 還是回到台灣 比較習慣 比較方便 起碼7-11什麼都有 對 7-11什麼都有 是啊 好 所以剛剛提到 以前是有錢的小孩 出國留學 還是才有機會 到國外去 見識那邊的生活 現在的孩子 可以出國打工 現在的孩子 不管你是 技職專業的 大學的 做事的 當你畢業之後 各位 你是可以應徵海外的工作 可以的 所以你還是要告訴你的孩子 英文得好好學 你還是要告訴你的孩子 該你學的功課 你得好好學 他告訴你 每天報紙在講 政府爛透了一個月 22K 你說 那台灣沒有好的工作 難道國外沒有嗎 各位 難道國外沒有嗎 我們最近幾年 多少的台灣小孩 在國外發光發熱 發光發熱 包含到對岸大陸 包含到美國 包含到加拿大 包含到中南美洲 各位 像我最近也在輔導一些個案 從澳洲回來 他們從高中全家移民到紐西蘭 後來又到澳洲去 在當地開連鎖的超商 比較高檔的超商 各位 人家做得很成功啊 很成功啊 好 所以未來 整個 我想不管是台灣 還是整個中國人 的勢力 是慢慢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我們的景氣 並不好 好 可是 我覺得 反而 你是會看到一個 更大的 市場 好 所以我剛提到 在座的父母親 尤其是年輕的父母親 可能你們未來要具有的國際觀 非常重要 你們要具有的國際觀 非常重要 好 我剛已經給各位 打預防針了 你將來不要捨不得你的孩子 孫子 離開台灣 去打工 去求學 去工作 去打工 去求學 甚至去工作 好 請你們要有個心理準備 好 因為各位 一般來講 我們的家庭 其實是不太喜歡的 我們希望把孩子留在身邊 好 但是我講句實話 啊 孩子老的生活邊就肚不吃了 孩子留在身邊 你不一定 賺得到錢啊 你不一定生活過得下去啊 你為什麼不讓他去冒險 你為什麼不讓他去發揮他的長財 你為什麼不讓你的孩子去放眼全世界 因為各位 未來一定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未來一定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 全球化的一個發展 是啊 好 所以各位 父母親 爺爺奶奶 可能你們從現在 就要開始 有一個國際觀 那個國際觀 就是 未來你的孩子 他 念書 打工 不一定在台灣 未來你的孩子 畢業之後 他不一定在台灣工作 不一定在台灣工作 好 像很多台灣優秀的學生 甚至畢業之後 是直接到國外 直接到國外 好 有的在念一個 碩士博士 有一個 根本直接到海外工作 而說實話 我們看到那些 出去發展的孩子 各位 沒有不好 其實發展的非常好 好 那時候我好像還有一個印象 包括 大家知道85度C嗎 好像聽說最近 到美國加州發展 在矽谷 矽谷開了好像兩家85度C 那時候有一個報導 85度C到矽谷去 造成轟動 排隊買85度C的蛋糕 要排一個小時 美國人就是吃那一套 新鮮現做的 大家知道 美國超市麵包很多 但是都很難吃 因為那個麵包 就很想丟垃圾桶那種 也沒有香味 就是那個東西 怎麼能叫做食物呢 各位 你知道美國的超市去 那麵包一堆 吃起來一個比一個難吃 那個85度C 你再難吃的 吃起來都還不錯 各位 台灣人已經嘴巴雕到跟那個雕名一樣 你知道 台灣的餐飲業就是一堆雕名 你知道 美國老大隻 簡直就是垃圾桶一樣 什麼能吃的就丟進嘴巴 真的 胖成那個樣子是人嗎 那還叫人嗎 真的就機不擇食 你看我那個85度C 小小一個蛋糕 小小一個點心 夭壽好吃 好吃的要死 各位明白嗎 結果85度C 一到矽谷 各位 Starbucks全都被打趴了 它的好像每個月營業額 好像比Starbucks多20倍 20倍 20千Starbucks才比得上一家85度C 因為他強調新鮮現做的 那大家知道台灣的研磨咖啡 什麼海鹽咖啡有沒有 大家知道海鹽咖啡是台灣發明的嘛 在紐約一炮而紅嘛 那85度C賣的最好的就是海鹽咖啡 那有一次我自己也想喝海鹽咖啡 就煮了一杯研磨咖啡 自己加海鹽 結果有夠難喝 我還加玫瑰鹽呢 一樣玫瑰鹽咖啡一樣難喝 人家就是有他的技術 跟他的這個滋味 各位明白嗎 所以那個85度吸到這個矽谷 San Jose那邊 各位生意好到爆 好到爆 人熔一排就是一個小時 才買得到那邊的蛋糕跟點心 像我們大陸的學員 那時候帶他們去吃台南的勝利早餐 就跟他們講 台灣永和豆漿很好吃 他說我們大陸到處都是永和豆漿 對不對 那我說都是永和豆漿 是啊 所以我剛講其實很多台灣的企業也好 孩子也好 他們在世界各地 其實表現說實話是一流的 是一流的 所以各位今天我這樣講 今天不是說你們家很有錢 你把孩子送出國 這樣有機會到國外去發展跟工作 不用 你們家越窮越好 孩子不用出國念書 你鼓勵他在台灣認真念書 你鼓勵他在台灣學一技之長 你鼓勵在台灣甚至有一些跨國企業 各位 真的就是能到國外去發展 真的就是能夠去展現他的長才 因為我們以前這句話是安慰人 叫行行出狀元 各位 就行行都死得很慘 因為我們台灣真的有時候眼界很窄 眼界很窄 大家關起門來 然後在那邊互相的批評 在那邊互相的不爽 然後在那邊互相的計較 各位有什麼屁用 沒有用 所以我剛剛講 你們身為爸爸媽媽的 身為祖父祖母的 你們現在開始要有國際觀 各位現在國際觀不難啊 網路真的很發達 網路真的很發達 當在台灣你們覺得這個行業沒有什麼前途 像我在台南才講過 可能只是一個一般大學畢業生 起薪22K 25K 可是頂泰豐聽說洗碗的 餐飲的洗碗的 一個月就四萬多新台幣 各位 那你當然會以前覺得說 洗碗有什麼前途 各位 那可不一定啊 那可不一定啊 哪一天他進到管理階級 哪一天頂泰豐到海外展店 那個頂泰豐的小籠包嘛 對18折有沒有 黃金18折 大家知道嗎 頂泰豐的小籠包要折18折 他那麼小一顆你看 各位 這就是人家的功夫 而且那時候我還聽說 各位你知道 像餐飲業他們叫他拼什麼 翻桌率嘛 每天的翻桌率越高越好嘛 可是你知道頂泰豐後來 他為了提升他的餐飲水準 他故意出菜速度 稍微慢一點 他不要出菜 因為各位出菜速度越快 翻桌率越高嘛 翻桌率越高 他是不是盈餘越高 賺越多錢嘛 一般餐點業都是這樣子嘛 然後椅子設計得很不舒服嘛 然後如果賣飲料的 空調就不能溫度太低嘛 你進去稍微有點熱 又不用太熱 你就拼命喝飲料嘛 然後放那種 讓你催促你的音樂嘛 你就趕快吃完趕快走嘛 然後空調就調到28度嘛 你就拼命想喝飲料解渴嘛 然後那個椅子坐久了屁股會痠嘛 讓你吃飽趕快走啊 做的設計都是這樣 各位知道嗎 然後餐飲 如果賣飲料的店 那個菜都要稍微再鹹一點 因為你吃 好鹹喔 再來叫杯飲料 都是這樣子 都設計過的嘛 連音樂都是挑過的 他絕對不會那種 放鬆 像那種秘密花園 來個冥想吧 感覺內在的喜悅 有沒有 不會 他一定是給你那種很匆匆忙忙的 趕快吃完趕快要去拼生命的那種音樂 但是後來鼎太豐有一個政策 他說我們出菜速度要慢一點 我們要讓客人吃的慢一點 在這邊品味我們的餐點 我寧願收入不要太高 我要維持我的餐飲的水準 各位 你看 這是不是逆向操作 這是不是逆向操作 是啊 因為一般的餐飲業 都是拼趕快吃完趕快離開 吃在那邊幹嘛 在那邊租喔 在那邊 我下一桌客人進來在外面等啊 對不對 趕客人嘛對不對 限用餐兩個小時嘛 有的限一個半小時嘛 對不對 拼翻桌率嘛 是不是 那你就起毛指就很不爽了嘛 我吃個飯我還要讓你吹時間喔 對不對 那鼎太豐的做法就是什麼 我要用我出菜的速度慢一點 我要讓你細嚼慢一點 我要你感受到我們的菜的這個優越 我寧願少賺一點 各位 這就是這種思維明白嗎 這是這種思維 因為這樣子客人才會是永久的 今天就算是客人不理解你的做法 可是有沒有感受到那份誠懇啊 因為做生意是長久的 是吧 做生意是長久的 如果客人知道這一點 他就覺得欸 這家餐廳我覺得可以 他對客人是這麼的一個愛護 他這麼的愛惜他的羽毛 絕對不是短視盡力 所以我剛剛講 以前我們有一句話叫行行出狀元 各位 對不起這是過去安慰那些功課不好的 能力不好的 或是自我安慰的 是吧 對 各位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陸續看到很多的台灣的小孩 甚至我覺得未來台灣的教育人員 各位台灣教育人員很苦欸 一堆流浪教師比流浪狗還要慘啊 台灣流浪狗的問題還不大 流浪教師流浪博士 將來會不會有流浪醫生我不知道啊 有啊 副長科是嗎 流浪醫生 各位 你知道流浪教師多可憐 每年都要珍視 每年都要有代課老師的缺 沒有的話就是到處流浪 然後一個月賺個兩三萬塊 到處流浪對不對 是啊 各位 某個部分 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對這塊土地 對這個地方 好像很多的焦慮 很多的抱怨 但是 我告訴各位 其實不是 反而他在醞釀一個什麼 走出去 他在醞釀一個什麼 好不好 台灣的 藥師也好 台灣的 醫學人才也好 各位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讓我們的小孩走出去 不只是到對岸 到世界任何的國家 你應該要讓他去嘗試 讓他去嘗試 像現在大陸也是 各位你知道嗎 全中國像瘋了一樣 那個移民有沒有 移民 包括那時候我們去溫哥華 到那個Richmond 在溫哥華機場附近最有錢的那個區域 Richmond 他的房地產 漲了三倍 三倍 是啊 那當年李嘉誠在那邊 出海口那邊 蓋了一些房地產 各位 賺翻了 賺翻了 每個地方 都有他的一個發展 像澳洲也是 澳洲這幾年 華人移民過去非常多 那大陸也是 很多把整個世界的房地產炒起來了 整個往外衝多可怕 很多大陸的有錢人 其實是很希望能夠移民到海外去 他感受到一種自由 比如說昨天前天我們在這個屏東嘛 那這個大陸的學員就講說 他說像屏東或南台灣 因為我今天有跟他們講北迴歸線嘛 我說我們現在正在從熱帶進入亞熱帶 這個北迴歸線 各位北迴歸線以南 像很多大陸的東北 他們其實到冬天都受不了 所以你們知道以前大陸地價最高的 炒得最高的 後來已經不是在北京上海 是在海南島 海南島 海南島兩種人最多 一種是蘇俄人 因為蘇俄太冷了 蘇俄太冷了 冷到冬天老人家都會死掉的 那有錢的老人家 通通飛到海南島去 再來就是東北人 東北人 像我在北京有一個學生 就跟我說 徐老師 我在海南島訂了一間房子 什麼時候您老過去住住啊 真的 在北京的學生海南島 訂了一間房子 他們的企業 在那邊 騎了一棟樓 騎了一棟樓 那個聯動別墅 他說他訂了一戶 123樓 裝潢啦 什麼寢具啦 家具 通通是好的 看徐老師什麼時候去度假 對 海南島我去過啦 我去過那個 去度假過 對 那 整個大陸的北邊 那些有錢人 就是到海南島去 因為老人家到冬天 風濕病啦 什麼病啦 有沒有 各位 他們很想要到溫暖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有一個概念 台灣我們 中南部有沒有 中南部 包括像屏東啦 冬季均溫20度以上 各位 能不能好好的發展啊 我將來吸引這些 來避寒的 我生意就做不完了呢 各位 我們剛才在路上還在講說 像很多北歐 北歐很多城鎮 到冬天通通憂鬱症 都憂鬱症 因為冬天日照不夠啊 人會憂鬱啊 結果全村 整個全村就出錢 在那個對面的山頂架 山面大鏡子 三面大鏡子 幹嘛 把陽光射進來 把陽光射進來 然後就 大家整個市政 本來比如說三點天黑 現在到五點才天黑 因為山上照得到陽光嘛 整個三面大鏡子 把陽光照進來 全村 這個 歡喜 然後這個歡 歡喜要死啦 非常歡喜 各位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陽光 我台灣的陽光分你一半 對我們家裡的陽光分他們一半 多好啊 各位 我們陽光多到我們 快要烤焦了受不了啊 大家明白我意思 那些北歐的 有錢的 憂鬱的 是啊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其實我們 可以去想的 因為各位 你要知道 什麼叫年輕人有熱情 因為你要知道 過去我們是在 在世事的框架下長大 我們從小到大 是爸爸媽媽告訴我們 什麼是什麼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有沒有 我們從小到大 有我們的社會文化 有儒家五千年的文化 的制約 制約 所以以前我們是跟著 整個社會的潮流 跟著爸爸媽媽給我們的概念 各位 現在我告訴大家 那套行不通了 它是一個解體的狀態了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第一個 反而你的焦慮增加了 因為沒有一個 告訴你 金科玉律的 朝這個路走就是對的 的方向 第二個 要你自己去想辦法 好像你對自己 信心又不夠 各位 所以未來我覺得 有非常多的 所謂的創造的機會 像我知道 台北的這個 松菸成品嗎 很多文創的產業 各位 文創的產業 什麼叫文創 文創就是根據文化 根據思維 根據一個創意 我們給這位榮譽董事鼓掌 反正手機響的捐一百萬 謝謝他的愛心 來 誰手機還沒有關的 我被台人啊 要殺人喔 好 各位 台灣很多的文創 所以未來 我覺得是整個台灣的 心靈的大爆發 各位 對 因為你知道 自視的框架不見了 反而所有的可能性出來了 就像我昨天在台南講 我說未來三四十年 會是身心靈爆發的時代 未來會是身心靈爆發的時代 因為各位 你們還沒有辦法體會到 比如說賽斯的書 我們嘉義分會 許醫師在推廣這些概念 你們還不知道 可是我老實跟你們講 比如說每次我到大陸去 大陸的學員 真的是求財若渴啊 他們是巴不得把我綁架 留在當地啊 真的沒錯嘛 他們是巴不得 把許醫師看能不能包養在那裡啊 對不對 是啊 因為他們多需要這個東西 像北京有一個專門講 幼兒教育的八學員 要我給他們做教師訓練 沒辦法 我時間排不出來 我時間排不出來 所以各位 你們這個領域 我常講 不是你們自己在學習 你們的這些書跟疊 要讓你的孩子 孫子接觸 讓你的孩子孫子接觸 因為我剛提到了 整個未來台灣的前途跟發展 它已經不是制式教育下的產物了 各位你今天跟人家拼人多嗎 你人沒有人家多 我常打一個比喻 台灣就算你是全台灣大學聯考第一名 你是2300萬人競爭出來的第一名 人家大陸如果是第一名 人家是14億人競爭出來的第一名 你怎麼跟人家比 你沒人是去腳毛啦 腳毛知道嗎 腳毛啦 你沒有人家一根腳毛啦 各位 你沒有人家一根腳毛啦 是啊 所以台灣未來你的優勢 不管大陸也好 你其他的國家也好 你沒有那個競爭的優勢 所以很多人在講台灣的孩子未來在哪裡 各位 很多教育人才 很多的教育人才 很多的老師 台灣的孩子現在越生越少 台灣的年輕人未來在哪裡 大家都在焦慮 台灣年輕人未來在哪裡 台灣的小孩子的未來在哪裡 台灣的大學教育有比人家好嗎 你在台灣好 你考上台大 很厲害嘛 請問台大在全世界排名第幾 排名第幾 51 各位 而且還不是每一科喔 這是醫學 可能是最好的 全世界排名51 你拿什麼跟人家比 各位 就讓你的孩子 你很厲害 讓你考上台大 全世界排名51 所以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講 台灣有一個很壞的現象 追逐群體 有沒有 我再舉個例子 那些那個 帶我們去阿拉斯加那個導遊 他的正職 他現在其實是在養魚 在養龍膽石斑 大家知道嗎 連台灣的養殖業很厲害 他的龍膽石斑現在養到二三十公斤 而且龍膽石斑很好玩 他越大隻越好吃 幾百公斤的那個有沒有 我就問那個導遊說 為什麼不繁殖這個龍膽石斑 他說這個太危險了 我說繁殖有什麼危險 他說那個繁殖的那個種魚有沒有 還有上百公斤 他說那個撞到肋骨會斷掉 養魚很危險啊 因為你要 這邊種魚那個魚要上百公斤嘛 如果他 撥一下 給你這樣子撞一下 是骨頭會斷掉 他說那個危急生命他事情他不做 那我問他當初為什麼養龍膽石斑 他說因為龍膽石斑以前價格好 價格好 因為肉質又好 可是各位 近幾年 東南亞 大陸養殖技術進步了沒有 進步了 價格一落千丈 結果他花了幾千萬丟下去的龍膽石斑 現在每天看到欲哭無淚 怎麼辦 頭都剃了 頭都洗了 那一整池的 這個三甲的 十萬條的龍膽石斑怎麼辦 沒有價格了 所以我在想以前台灣很多事情都一窩蜂 有沒有 各位 尤其是比如說我們什麼 這一陣子 豬價長了有沒有 就開始養豬 大家都養了 等一下又跌下去 這一陣子 什麼雞 土雞有沒有 雞價上揚 大家就養雞 到時候又被雞溫死光光 我跟你講各位很重要 台灣人的熱情在哪裡 因為以前我們因著恐懼 我們要孩子去跟人家競爭跟比較 但是現在我們很重要的是 台灣的未來是年輕人發展他們的獨特性 就是研發創新 研發跟創新 各位 我覺得這未來年輕人才會找到他的熱情 我常跟大家講 比如說我走賽斯身心靈這條路 說實話根本就沒有這條路啊 各位連賽斯身心靈這五個字都是我發明的啊 真的啊 從早年推廣賽斯 再把賽斯跟醫學做結合 變成醫學會 然後開診所 然後做出版社 做推廣 成立基金會 早年是中華新時代協會嘛 後來變基金會 各位 從何到尾就是原創 從何到尾根本就沒有再跟誰做比較 從何到尾都在走自己想走的路 因為我們台灣的父母親跟家長很喜歡告訴孩子 你就對別人走就好啊 你就跟著別人走就好啦 台灣的父母親台灣的老師很喜歡模仿 Copy 有沒有 以前台灣最厲害的是什麼 山寨版嘛 那現在山寨就被對岸比過去啦 各位 台灣以前最喜歡山寨版嘛 什麼都是模仿的嘛 大家記不記得二三十年台灣 什麼東西都是仿造的啊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是仿造的啊 我們到夜市去 有沒有 什麼東西都是仿冒品啊 現在這種東西你看不到了 都在對岸啦 各位 演台灣最厲害的是什麼 模仿 演台灣最厲害的是什麼 抄襲 演台灣最厲害的是什麼 盜版 有沒有 各位 我們台灣很聰明啊 然後用低價的方式 我模仿的比你正版的啊 甚至品質不差 價格又很便宜 各位 以前這是這樣子造成台灣的經濟奇蹟耶 以前你們的錢是這樣賺來的耶 可是各位 今天對不起 你的模仿的速度 模仿的精美度 模仿的這個技巧比不上對岸的 也同樣是中國人 人沒在輸你啦 你明白嗎 人家沒有在輸你啦 對岸的研發的技術 養殖業農業 有沒有 都在超越我們啊 都在超越我們啊 各位 你說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以前早年大陸封閉的時候 台灣在這個世界還沒有什麼對手 有沒有我們的靈活 對不對 好我們的這個 山寨的技術 我們的仿茂 我們中小企業很厲害對不對 各位 現在你沒有這個優勢了